欢迎来讲到政治,我是齐耀 凯里在前几天的podcast就有提及到 他的看法,他的判断 就是巫统在这次的周旋会打包回家 就是讲他在整个周旋里面一席都不会拿到 与其你要讲这是凯里的预测判断 你倒不如讲这是凯里内心深处最希望发生的剧本 这就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你看啊,不管是你是跟这个公司打过工 还是你拍拖跟你的伴侣谈恋爱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呢,如果你被踢出去了 你被开除了过后呢 你一定会希望说这个公司过后呢,走向这个下坡 或者是你拍拖,过后分手了啦 女的飞掉你啦 你一定会希望说这个女的过后呢,过到没有我这样好 这是人的一个很基本的心理来的 因为如果你离开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从此走下坡 这就反过来证明了你的价值嘛,对不对? 就是这个公司没有你呢,确实没有走的那么好 证明了你在这个公司里面是有价值的 同样在这个谈恋爱里面,你希望那个女的,你希望那个男的会后悔 不要跟你在一起,不要跟你在一起 一样的就是你觉得你对她来讲是重要的 所以凯里讲这番话,那个感觉,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你深究啦,你认真的去想想看,巫统在这次周旋会不会打包 我是觉得,你讲她会输,是,她会输很多,也可能 但是你要讲她打包,还真的是有点难,还真的是难 我们讲两个周就好了 第一个,巫统的强区,深美兰这个地方 我们讲过了,现在整个深美兰周呢,是两分天下 OK,就是西蒙还有这个巫统,一边是20个周一席,一边是16个周一席 你讲巫统长期在这样子的地方耕耘,你这样讲凯里啦 凯里在之前的时候是Rumba的国会议员打了很久的 长期渡少那边每一次赢呢,都是很大幅度的那种多数票领先的 这种地方有没有可能那么容易被收复掉 我觉得呢,你要把巫统,这个国阵16个一席打到完呢 我觉得有很难度,有很深难度 你可以告诉我说,这个地方会输,会掉票,还是多数票,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要讲打包,我还真的是难以置信的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雪州 你看啊,雪州近期巫统跟这个西蒙,现在在谈判着嘛 本来呢,巫统就是拿到10个一席,西蒙要给他10个 但是巫统觉得不应该,应该要拿到更多 所以我问你啦,如果是这个一席呢 本来是西蒙跟巫统都想上的这个议席 OK,这个时候让巫统上去,西蒙没有参进去打 你觉得他赢的几率算高吗?我觉得还是高的 因为呢,在这个雪州里面很多的议席,其实都是西蒙占有 就是非穆斯林票是高,就算是有穆斯林票都好 他们本质上还是很支持这个西蒙的,因为雪州本来就是西蒙的强区 而巫统这个时候如果上阵了这些强区的话呢 其实很多的西蒙支持者,很多那些团结政府支持者呢 就会投给巫统的,所以就算是在雪州里面 他要打包,我觉得也是很有难度啦 OK,所以你这个东西你想一想 凯里他最希望的剧本呢,就是巫统大败 尤其啊,在这个阿莫扎西呢 这样各种各样的操作底下呢 仍然证明了他的领导是不能的 是不行的 这样子呢,凯里才有这样子的借口 才有这样子的动机 可以回到巫统里面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剧本来的 而且呢,必须要在这次的周选就马上彰显出来 因为凯里其实他所build out的整个narration 意思是他整个论述就是现在他是这个巫统的弃鹰 他其实是怀才不遇 主要是因为扎西在上面呢,非常的霸道 而这一次周选,如果可以在周选之前呢 就导致了巫统对莎西失去信任 OK,大家对他不满 然后需要找出新的突破口呢 凯里就可以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马上的找到机会重新的上去 虽然他讲啦,Colore Secret Job啦 凯里讲现在他暂时是出去 但是大家要懂呢 政治上的东西呢 就是如果你出去一段时间 OK,时间久了一点 其实大家真的会忘记掉你之前到底是什么政绩 你就会慢慢被大家忘记的 也因此,为什么凯里就算是出去一下子 他的podcast叫Colore Secret Job 他仍然一直需要维持他在政坛上的很多的话语 必须一直向大家输出他的观点 你看啦,现在他讲的话呢 他也希望主流媒体多多报 他每出一集podcast,我都看到这些中文媒体 这些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他讲过的事情 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因为兴趣了是什么 是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 其实他在政坛的这个 这个C就大概要唱完了了 所以如果他能够尽可能的回到这个政坛上 回到巫统里面 有一个归属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呢 对他来讲才是上上策 如果这样的事情是要等到下一次大选 如果周选,巫统命没有打包 还是甚至呢 取得了比预期中还好的这个成绩呢 其实凯里就危险了 因为凯里会在这个抉择上 他是进会两难 他就一直卡在从周选 一直到大选的这段期间 他是非常痛苦纠结的 到底是要走王者回归 回去巫统的那条路 还是应该要啊 所谓抛弃掉啊 当做是呢 巫统背叛他加入国盟 这个事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决定 但是对他来讲最容易的 就是巫统大败 巫统打包 打包到完呢 他回到来 他去抗议 他讲说巫统已经失去了 他们历日的光辉 这样他回去就有完完全全的正当性 但是巫统真的会打包吗 我在这边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很难很难打包 如果是输到了一定的程度 比方讲啦 现在周选给他赢 只是赢五个周一席 只要是这样子 其实就已经是 可能凯里就有机会了啦 但是打包这样事情呢 是凯里内心深处 最最最渴望的一个结局 大家听听就好啦 这期先聊正事 跟大家聊聊这个课题 聊看凯里讲出打包 他其实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喜欢的话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